嗨 大家好 我们经常遇见这样的反馈 有人养狗的话都愿意从小养起来 养这种两个月以内的 甚至一个月以内的 刚断奶的都行 其实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 幼犬越小 它体质越弱 如果防疫没有做好的话 风险更大 那很多人说了 我没有养犬经验 让我去接触一个成年犬 对我来说太困难了 可能狗狗跟之前的主人 和之前的环境太过于熟悉了 而把它带回来以后 很难跟狗狗建成一个 很好的信任和 这个关系 其实呢 这个观念不一定是正确的 就以我们为例 我们接触过很多成年犬 比如说这些柴犬 它们来到我们犬社 都已经是成年的了 有的是两岁三岁 甚至是四岁五岁 很多的成犬到了我们这以后呢 我们跟它接触起来 我发现要比 跟幼犬接触要更加的快速一点 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狗狗的社会化 这个训练呢 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 幼犬在小的时候 什么都不懂 所以跟孩子一样 乱咬东西 乱啃东西 什么东西能吃 什么东西不能吃 根本对付 没有办法分辨 但是成年犬不是这样 它有了一定的经验了 所以它对面前的食物啊 或者是对人啊 它有一定的分辨能力 同时呢 有人会说 那成年狗来这以后 是不是会对新的主人不熟悉 而产生抵触的这种心理呢 就是我不给你亲近 那这种情况下 主人 只要做到一点 首先呢 建立的是信任 而不是训练 不知道大家对训犬的内容是否了解 训犬师第一个课目 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跟狗狗互动 跟它玩耍 没有进行任何的训练 就是跟它建立信任 可能要持续一到两周的时间 跟狗狗互动 给它好吃的 让它不对新的主人产生抵触心理 这一点是第一课 后面的训练呢 这逐渐的加进去 那事实也确实是这样 当狗狗信任你之后 后面的训练都是非常简单的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以前我跟艾米第一次接触 她对我是非常的抵触 弓着背 然后耳朵使劲垂着 然后用眼睛斜着看我 这是一种比较谨慎 抵触紧张的一种表现 一开始对我的抵触心理是很重的 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 专门就是拍的 她第一次跟我互动 哎呀 那个当时那个表情啊 都感觉特别紧张 Amy 坐 她从来没有训练过 坐 她到我这儿 也就几天的时间吧 对我还不是很熟悉 No OK 好吧 Amy 来 Amy 来 好棒 Amy 坐 Amy 坐 好棒 OK 这只杜冰已经四岁了 依她这种岁数呢 可能训练起来接触起来稍微的困难一点 先给她建立一个信任关系 用食物来诱导 然后知道 跟她的抚摸接触都是有好处的 七次呢 咱们再开始训练她一些服从行为 咱们在训练狗的时候一定要表现出很强的那种气场去压制住她 如果她吃食物的时候 狗狗的主任慢慢的把手放过去 这个行为很危险 注意 因为别的狗 她就抢的食物是慢慢的靠近 然后她就会发出 这种声音 去警示你 如果你再靠前的话 她就要下口了 那咱们她不用按照她那种习惯去做 咱们要出其不意 来提醒她 做对了 要有奖励 那个时候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给她建立信任 我让她信任我 我让她知道我对她没有伤害 OK 狗狗要的就是这一点 不过后来我们发现啊 跟成年犬来接触训练的话 要比幼犬更加快 用的时间要短 这是个普遍现象 幼犬呢就跟孩子一样 她什么都不懂 你需要重新的去教她 Amy Amy的就比较听话 杜宾这种犬呢 确实挺听话的 但是呢 她作为护卫犬 城市当中是不允许饲养的 坐 Amy 她的专注度很高 Amy Amy 坐 Amy 这个 Amy 我看你 那我们想要表达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养狗的话 并不是说一定要幼犬才好 因为当你在跟成年犬接触的时候 你需要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我个人觉得还是成年犬更容易接触 包括有些人这样问我 那我去领养一只流量狗 因为它岁数比较大了 会不会出现有些行为问题改不过来 那我觉得这个是跟人的 因素是有直接关系的 当一只狗换了环境以后 换了新的主人 那它所有的行为问题 都可以根据这个新主人来决定来改变 所以呢狗狗的年龄不会影响到它 说我跟那只狗呢 没办法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那是因为你的方法不对 而不是因为狗年龄大了 狗狗呢它特别能够分清楚 谁对它是有利的 谁对它是有威胁的 那我们已经开始尝试 让这些幼犬跟成年犬一会活动 因为它们的防疫都已经做完了 那接下来就是让它熟悉在群体当中的生活 让它知道每一只狗都有自己独特的地位 因此地位高地不同 其实幼犬的训练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合适呢 从三个月以后 走 群 用哪 灰 其实狗狗的年龄 月龄呢 它不影响跟我们之间建立的良好的关系 最重要一点还是狗狗的主人 你应该用什么的方法去解决 你跟它之间建立关系的一些屏障 想办法消除它的顾虑 想办法建立一个良好的新人关系 OK 那这样的话都可以的 以后呢 不要对一些成年犬存在偏见 因为它们接触起来 只是它更加成熟 更加理性 成年犬对于陌生人的这种底涂心理 要明显一点 而幼犬呢 它跟那个小孩子一样 觉得谁都是好玩的 那只要它相信了你 对你呢 产生了好感 它知道你对它没有威胁 OK 它就会非常乐意跟你互动的 那如果现在看视频里呢 对于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其他的建议或者意见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给我们 好吧 OK 就这样 拜拜 拜拜